OK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屏幕吧 看一下 昨天最后进行的时候 有一句话很强啊 When Israel forgets its God 当以色列这个民族 他忘记神的时候 忘记他的神 他的神就是耶和华 忘记神的时候 Might makes right 我们记得Might makes right 什么意思 Might makes right Might什么意思 你记得吗 强权 强权就成为公理 OK 不对的都变成对的了 Might makes right 强权就变成公理了 OK好 我们接下来看 OK 这个故事 接下来这一卷书 这个诗诗记 在下来面的故事 The final story 最后的一个故事 最后的一个故事 更可怕 The final story of the book is even worse Worse是什么意思 Worse 很坏 更坏 更坏 更可怕 更糟了 OK 所以后面这个故事 是更可怕 大家还记得 诗诗记后面的故事 是什么吗 还记不记得 有没有人记得 诗诗记后来那个故事 是什么 这个三顺 这个人的妻子 后来他把那个 他把那妻子撒了什么 分成块了 分个很多很多其他的人 对 把他的失手拿去给那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故事很恐怖的 是不是 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 那个诗诗记 最后的那个故事 OK 好 It's a shocking tale of sexual abuse OK Shocking 什么叫shocking 什么东西 这个我是有惊讶的意思 很震惊 Shocking 不是一般的震惊 Shocking 可以指一个事情 让人shocking 这个shocking 也可以是一个人 很shocking I'm so shocking 我一走进这个房子 哇 这里原来是命案的现场 让我太震惊了 Shocking OK 我从来没有来过 从来没有到过新疆 我一到新疆 哇 新疆的风土人情 新疆的美食 I was so shocking 所以shocking 这个字很 可以是中性的 这种震惊 可以是好的事情的震惊 也可以是不好的事情的震惊 OK 下面有一个shocking tail OK tail 这个地方用tail 你们觉得好不好 故事 前面用story 后面用tail tail跟story 到底有什么差别 有谁知道 老师 这个比较少 有那个比较多 用得多 OK story 我们常常看到 这就是 这是一个故事 story 我们现在 针对这两个 story跟tail 一般来讲 有什么不一样 可能是不是更多的是传说 也是 传说 也不一定是真实 是不是 tail 感觉是有一点虚构的 OK 有一点 比如说像神话故事 OK 童话故事 或什么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 所以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全部都是不真实 可是至少在用这个字的时候 有一种暗示的意义 让人家觉得不太真实 OK 比如说神话 OK 日本有个神话说 他们的祖先都是太阳的子民 有一个大鸟 后来怎么样 他们的祖先就生出来了 OK 这个是一个tail 所以神话 童话故事 什么民间流传的什么东西 我们倾向于用tail这个字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只能说 这个作者可能不想重复用story这个字 他就选择了tail 但是用tail的话 其实有这种暗示说 这个是虚构的事情 所以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OK 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story跟tail之间的差别在哪 所以呢 我们还是可以翻译成 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讲什么 sexual abuse 什么叫sexual abuse 就是性虐待 对不对 abuse是虐待 OK虐待 and violence 而且还有性暴力 对不对 violence 有暴力的 which all leads to 那么这一切所有都导致了 leads to leads to 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导致了什么东西 我们用leads to 所以这所有一切都导致了 Israel's first civil war 以色列的第一次什么 civil war 什么叫civil war 平营大战吧 内战 内战叫做civil war 没有外国人参加的 他们自己打自己 像美国也有内战 对不对 美国以前刚刚成立的时候 南军跟北军打起来 OK 比如说在民国时代的时候 以前有这个什么军阀 两个军阀打起来了 比如山西的军阀 跟这个这个什么河北的军阀 打起来了 这个是完全是civil war 自己打自己 这属于内战 叫civil war OK 这个civil这个字呢 还有什么 civil court civil court 什么叫civil court 内院 法庭啊 这是看什么 办什么事的 civil court 民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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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家的猪跑到他家院子里去了 他把我的猪宰了 他造成我的损失 我告他 这个是civil court civil court civil还有什么东西 市政的 是市政的 OK 好 有没有听说过 civil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这是指什么 civil engineering 就是 土木工程师 内燃机 土木工程 OK 土木工程 你在学校学的什么呀 我学土木工程 OK 想不到吧 OK 好 这个civil 还有这种意思 civil engineering 所以他说 你学的是什么 我学的是土木工程 什么叫土木工程啊 干什么的 civil engineering 管什么 建房子 房子呀 修随道啊 建国 修随道啊 OK 还有里面 房子里面的管线啊 电线怎么走啊 水管怎么走啊 这些都包括在里面 civil engineering OK 好 OK 所以civil这个字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OK 都可以用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OK 好 It's a shocking story Shocking tale 他用tale 但是我们觉得story会比较好一点 OK 好 Sexual abuse 这个故事里面是充满了性的虐待 暴力 violence 最后导致leads to Israel's first civil war 所以这个事件的发生 令人非常震惊 很恐怖的一个故事 最后居然导致civil war 所以你一看到civil war 你就知道是什么 以色列人自己打自己 不是说以色列跟外民族打起来 不是说他跟什么 这个什么非利士人啊 什么其他打 他是civil war 是以色列自己打自己 自己打自己 好 好 下面讲 It's very 这个It 还是前面这个final story 在讲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本身 It's very disturbing 什么叫做disturbing啊 就是那干扰 Disturbing Disturbing令人很不安 很不安 OK 我一回家 哇我们家墙壁被刷成黑色的 这个令人很不安 It's so disturbing 我看了很恐怖 我这个房子怎么变成 刷成黑色的墙壁 Right Disturbing 还有什么东西叫disturbing 还有什么disturbing 美国人搞什么万圣节 那些小孩子都化妆成鬼一样 哇看了让人 It's very disturbing 我看了很不安 对不对 还有什么东西disturbing 老师还有那不好的声音 传进来也会 OK disturbing令人不安 让你不舒服 让你不安 让你觉得难受 就是 It's very disturbing 有的人讲话 这个咆哮 尖叫 或者是谩骂 Oh it's so disturbing 让人非常不安 让我非常不舒服 disturbing 好 现在讲的 It's very disturbing 是讲这个故事的本身 事实际最后的这个故事 让人非常不安 因为最后这个人的气 他把他大蟹拔坏 把那个尸体展示 给这个以色列人看 这故事让人很不安 很恐怖对吧 It's very disturbing And that's the point 最后这句话 That's the point 这句话什么意思 That's the point 这是重点 这就是重点 这就是重点 就是要你disturbing 为什么一个故事 要让人disturbing呢 为什么要让人不舒服 不安呢 这就是重点了 这个故事的重点在这里 好 他告诉你为什么 These stories 这些事实际里面 让人很难受的 这些故事呢 Are meant to 表示它是起了什么作用 它的意义何在呢 是Serve as a warning 它是起到一个warning的作用啦 Warning是什么 什么叫warning 你选到 这些故事本身 就是起到一个警告的作用 OK 所以前面讲 哇 It's very disturbing 让人很不安 That's the point OK 比如说一个孩子 OK 一个孩子 这个他不读书 好 爸爸带他出去捡垃圾 Ah I'm so tired 我太累了 我不要捡垃圾 OK 你不是让爸爸马上说 That's the point 这就对了 我们常常讲 这就是重点 我叫你捡垃圾的 目击就在此 就让你知道 你不好好读书 你就只有做这个 很辛苦的事情 OK That's the point 或者是 That's the point 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有些人讲话 他讲出来的那句话 你非常同意 Hey That's the point 就是 你说对了 就是 这个就是重点 这就是我要说的 OK That's the point 好 It's very disturbing And that's the point 这个故事让人非常不安 而这个就是重点 OK 好 这些故事呢 Armand to 他主要做的 做 他的意义何在呢 就是 Serve as a warning 他就是起到一个 警告的作用 一个警示的作用 好 下面 Israel's Descend into OK Descend into Self Destruction 这个Descend 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有点像 Descendence 对不对 那么你觉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老师 他是不是向下呢 向下 向下 Descend Descend into Descend是有 下降 堕落的意思 OK 坠落 OK 掉到什么里面去 叫Descend into 那这个Descend在这里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名词 还是一个动词 它是一个verb 动词 这个verb啊 再看一下 新容词 新容词吗 还有谁猜 新容词 新容词吗 新容词 新容词吗 还有谁猜 新容词 新容词 这个地方是 Descend Israel's Descend Into Self Destruction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 以色列的堕落 OK 落入什么中间呢 Descend into Self Destruction Self Destruction 是什么意思 自我毁灭 自我毁灭 Yeah 以色列的这种陷入 堕落进入 自我毁灭 这整个都是它的主语 Israel's Descend Into Self Destruction 这全部是一个主语 它这个自我 陷入 自我堕落 自我毁灭 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 is a result of Turning Away From The God 它是一种结果 它这种自我毁灭的这种情况呢 就是一个结果 什么的结果呢 Turning Away From God From The God 什么意思 什么叫Turning Away From The God 就远离神 对 背弃神的结果 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们离弃神 背弃了神 所以 它就进入了一种 堕落的模式 进入 落入 陷入一种自我毁灭的情况 OK 所以它这种陷入自我毁灭呢 就是一种背弃神的结果 OK OK 好 神是怎么样对待他们呢 下面这边显得很清楚了 God who loves them and save them out of story in Egypt 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 神怎么样 神爱他们 OK 而且怎么样 把他们在埃及 拯救他们 就他们出 out of 出什么 out of slavery in Egypt 什么叫 slavery 为奴 为奴之家 从埃及的那种 被奴役 奴役的这种制度之中 出来 他们在埃及是完全是做奴役的 是二等三等 四等公民 是吧 out of slavery in Egypt 他们居然怎么样 turning away from the God 他们居然是离备起身 而神又是爱他们 拯救他们 出这个埃及的这种奴役制度 好 and now 现在怎么样 Israel needs to be delivered again 那么现在以色列需要的事情是什么 被拯救 需要再被 再拯救嘛 是不是 必须再拯救 OK so now Israel needs to be delivered 被救 被拯救 再一次被拯救 他需要再一次被拯救了 这一次拯救 是从什么里面救出来 以前是从外邦人 从埃及手中救出来 现在是from themselves 从怎么样 他们自己自说 因为他们自己误入歧途 走上了一个不好的 一条道路上 所以现在是把自己 从自己的手中拯救出来 这样能不能理解 因为他们自己犯错 他们离弃神 所以他们把自己 OK Descend into self-destruction 他们陷入一种自我毁灭的状态 OK 所以现在啊 要二次再被拯救了 神要再一次拯救他们 可是这一次呢 不是从外国人手里面拯救出来 而是需要把他们 从他们自己的手中 给再一次救出来 这样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 OK好 下面 the only glimmer 我们来了一个字 glimmer 什么叫glimmer 那天学到微光吗 那天学到微光吗 老师 微光 树小小的光线叫glimmer the only glimmer of hope 这是一个常用的写法 可以记起来 glimmer of hope 叫做什么 希望的微光 一线希望 一线希望 这个事情还有一线希望 不要放弃 glimmer of hope OK 没有办法了 明天下午三点半以前 如果拿不到多少钱的话 我这个房子就要拍卖了 不会不会 你还有一线希望 你要祷告 glimmer of hope 就叫线希望 所以glimmer指的是一束 小小的光线 很微弱的 OK 或者是 就是几乎 很隐隐约约存在 但是你不太看得清楚的东西 我们叫glimmer glimmer OK 那比如说 窗外 隐隐约约 我看到 有人好像藏在我的窗外 那也是一种glimmer OK 好 so the only glimmer of hope 唯一的一线希望呢 in this story 在这个故事里面的 一线希望 在什么地方啊 在什么地方 最后的过分 重复 在哪里可以被发现呢 it's found 可以被发现 in this repeated line 前面有没有讲过 这个故事里面有一句 常常在重复的一句话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book 在这卷书的最后一个部分里面 他有一句 常常在重复的话 怎么样 还记得那个话吗 他说重复了四次 有没有 我们前面昨天讲过 在什么地方 讲一个 有没有这里 they're restruct construct as 这个 they're structured for this key line 有没有啊 OK repeated for four times 因为 在那些时代 以色列没有王 对不对 没有王 然后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 那他们唯一的希望 就是只有上帝了 是不是 唯一的希望 就是只有上帝 你需要回感 好 我们来接下来看 所以这是最后一句 我们从前面再来看一下 从二十这个地方开始 the final story of the book is even worse 所以前面已经讲到 哇 越来越恐怖 是诗记 里面呢 这个强权就变成功礼了 是吧 弱肉强食 没有功礼了 因为他们不信神 那么这个书的 最后一个故事 final story is even worse 甚至更厉害 更恶劣 versus 更糟糕 it's a shocking tale of sexual abuse 这是一个故事 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 里面是sexual abuse 有性虐待 还有性的暴力 sexual violence 有暴力的 which all leads to 这全部就导致了什么东西 which all leads to israel's first civil war 就导致了以色列的第一次的内战 导致了以色列的第一次的内战 内战 所谓内战 civil war 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同一个民族 没有外国人加入的 就叫civil war 比如说北西班牙人 打南西班牙人 这个就是内战 日本人 东边的日本人 打西边的日本人 这个就是内战 civil war it's very disturbing 这个故事啊 很血腥 令人震惊 令人很不安 okay it's very disturbing and that's the point 这个就是重点 令你不安就对了 这就是重点 为什么呢 these stories are meant to 这些个故事都意味着什么呢 to serve as a warning okay 他可以起到一个警告的作用 这些故事的意义就是在起到一个警告的作用 serve as a warning serve as a warning 比如说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把我们单位里的某些人 okay 裁撤了 这就是杀鸡警猴 这就是起到serve as a point okay 这些事情就起到一个警告的作用 以后大家不可以犯这一类的错误 是吧 serve as a warning 好 Israel's descend into self-destruction 以色列人这种陷入自我毁灭的情况呢 is the result of turning away from the God 他这种状况呢 就是他背弃神的一个结果 他背弃神了 所以呢 他自然就会descend into descend是落入 降下来 或者是堕落的意思 他就陷入了self destruction 自我毁灭 陷入自我毁灭 他就是背弃神的结果 而这位神的God who loves them and save them out of slavery 神呢 这位神是爱他们的 而且还拯救他们 拯救他们出out of slavery in Egypt 出了埃及的奴役制度 从埃及的奴役之中 把他们拯救出埃及 好 Now 那么现在呢 Israel needs to be 现在又陷入 前面讲self destruction 自我毁灭 对吧 需要再次被拯救 needs to be delivered again 但是这一次的再次被拯救 不是从外国人手里面救出来 而是从他们自己的手中救出来 from themselves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自我毁灭嘛 自己把自己给搞糟了 自己把自己给毁灭了 所以这一次 要把他们从自己的手中 把他们救出来 那么现在 唯一的一线希望 only glimmer of hope 我们学到这个一线希望 叫glimmer of hope 唯一的一线希望 in this story is found 唯一的一线希望 可以在哪里被找到啊 in this repeated line 就可以直接找到 一再重复的这个句子 okay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book 就在故事的最后的一个部分 okay 最后的一个部分 本书最后的一个部分 一直重复的那句话 okay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没有问题 都可以了解 okay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 后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片子 把那个片子看一下 你就更了解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forgets its god might makes right the final story of the book is even worse it's a shocking tale of sexual abuse and violence which all leads to israel's first civil war it's very disturbing and that's the point these stories are meant to serve as a warning israel's descent into self-destruction is the result of turning away from the god who loves them and saved them out of slavery in egypt and now israel needs to be delivered again from themselves the only glimmer of hope in this story is found in this repeated line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book it actually forms the last sentence of the story israel has no king and so the stage 好 我们再重复一下 看一下这一段 好 我们再重复一下 看一下这一段 the final story of the book is even worse it's a shocking tale of sexual abuse and violence which all leads to israel's first civil war it's very disturbing and that's the point these stories are meant to serve as a warning israel's descent into self-destruction is the result of turning away from the god who loves them and saved them out of slavery in egypt and now israel needs to be delivered again from themselves the only glimmer of hope in this story is found in this repeated line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book it actually forms the last sentence of the story israel has no king and so the stage is set for the following books to tell the origin ok 好 我们停在这里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把那个 大家先 先静音一下 我来读一读 把这个 所有的读一下 大家听一下 听一下我读 ok 好 从前面 从这里开始 我念一遍慢的 一遍快的 the final story of the book is even worse it's a shocking tale of sexual abuse and violence which all leads to israel's first civil war it's very disturbing and that's the point these stories are meant to serve as a warning israel's descent into self destruction is a result of turning away from the god who loves them and saved them out of slavery in e egent and now israel needs to be delivered again from themselves the only glimmer of hope in this story is is found in is repeated line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book the final story of the book is even worse it's a shocking tale of sexual abuse and violence which all leads to israel's first civil war it's very disturbing and that's the point these stories are meant to serve as a warning israel's descent into self destruction is a result of turning away from the god who loves them and saved them out of slavery in egypt and now israel needs to be delivered again from themselves only glimmer of hope in this story is found in this repeated line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book 好 到 这里 有没有 什么 问题 he